阿弥陀佛 好 请放转 今天是我们良皇宝灿第二天 早上我们在拜这个出地狱 出地狱离火坑 可是要怎么出地狱离火坑呢 所以接下来他就在拜这个解冤世节 解冤世节 那经文呢他有讲到说 为什么我们会在六道里头不断的轮回呢 就是在跟众生结下恶缘 那如果我们跟众生结下恶缘的话 那你想要解脱呢 那就不太可能 很简单啊 如果今天有人打我 有人骂我 或者是有人欠我钱不还 你想你会放过他吗 不会吧 所以说我们跟众生结下恶缘的话 如果不解冤世节啊 那是你今天跑到哪一道呢 他都还追着你 那么最经典的公案呢 就是我们的三昧水灿 是不是 三昧水灿就是悟达博师了 你看他已经做到博师了 而且他十次 十次都是做这个高僧 他都修得很好哦 那你觉得你修得很好吗 那乌达博师他十次都是高僧 可是他就是在 在宗汉的时候呢 这个圆阳斩潮错 所以呢 这个他害了这个一个忠臣 所以呢 他就记恨在心啊 无马分尸啊 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所以呢 他就为了要报仇啊 这个是很难受的一种痛苦 他不甘心啊 所以他就要报仇 可是呢 这个圆阳他也是算有点上根啊 他下一次就开始知道要修学 就出家 修得不错 所以护法神呢 就保护着他 所以呢 这个潮错虽然一直想要下手 可是没有机会啊 所以他有十次都是这样 都出家了 他修得不错 所以这个潮错虽然想要报仇 一直都没有机会 可是到这一次呢 他说这个乌达博师的时候呢 哎呀不得了了 这国王啊 看他修得这么好 又这么有姿势 供养他那个 这个袈裟 还有这个坛乡的椅子啊 这个法师的椅子 坛乡坐的 不得了了 他这时候他就想来看 古典之下 这个皇帝啊是最高的啊 对他还这么的恭敬啊 他就有点点自得意满啊 觉得自己不错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你要自己觉得不错啊 原亲在主就差不多要早上等了 真的 你更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啊 你看我们乌达博士就是这样啊 哎我修得不错啊 你看一起我慢心 对啊我们佛友啊 我们就看 其实我们佛友 有时候呢 这个慢心哦 慢心真的是理藏道 什么叫做慢心 他就是觉得自己很对 自己的都是对的 自己的都是好的 看别人呢 哎这个也是有问题 那个也是有问题 就是看不出自己有问题的人 就是慢心脏道 哦 好啦 你看我们乌达博士 十次的高升呢 啊 比不过一次的慢心啊 哦 这我慢心一起抛 哦 他护博士呢 哎 这个这个没办法护了 哦 哦 这个操作终于找到机会了 哦 就入侵了 哦 就变成这个人面 人面疮 哦 其实我看我们这次的 这个新冠病毒啊 也是啊 你看现在的人啊 都是怎样 我慢心很强啊 简单讲叫做自我意识 很强 现在的人哦 你看 你去看他网络 他的发言 你就知道 大家都是自以为是嘛 啊 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 哦 啊到处在批判别人 批判别人 你去看网络上的发言 他们都是这样子 真的是我慢心啊 我慢心 好啦 你看我慢心 大家现在全球大家慢心都这么强 自我意识都这么强 那你看这冤金债主就通通开始了呀 出现了 你看所以说我们要见网织金嘛 哦 看看以前发生的事情 就会知道是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些事情 哦 这个慢心不得了啦 你看现在全球 哦 我们看美国自己也觉得美国自己哦 诶 Great again Great again 就是要再次伟大 哦 全世界他最大 哦 人家就这样啊 啊每个国家自我意识都这么强 哦 都是为我最大 那这慢心这么强 那不 原亲在主 就开始各式各样变形的 接踵而来啊 哦 所以 真的哦 我们好好去看 佛佛告诉我们的 好好去研究了解一下古时候发生的事情 对照一下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一直在轮轨 一直在轮轨 同样的事情 啊 造业受报 啊 受报又在造业起烦恼 哦 就是不知道畅文啊 哦 就是不知道畅文 啊 所以说 啊 今天这解冤事也非常的重要 哦 啊 我们过去造了恶业 啊 那我们呢 要给个忏悔 忏悔 就表示自己错了 自己不要再那么高傲 自己不要再自己 那那么了不起 哦 都是自己的 对 都是别人的错 哦 你先看啊 大家都是在指责别人啊 不管国内也是这样 国际之间也是这样 都是在指责别人 哦 他自己自我 自我意识太强 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我们修行的大病 真的哦 我们自己要常常 所以你看 替光大师啊 他修到这么好 他是叫什么 常常会生 你看他是一代的大师 修出来 他不是说 哦 我不得了 不是他觉得说他很常会 所以叫做常常会生 哦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 哦 常常是要看自己 哦 这样子到业 才会进步 啊你要是自我感觉良好 真的哦 这业障现前 各式各样的疾病啊 冤亲在主纷纷上门 那你不出问题才怪 哦 不出问题才怪 哦 所以我们呢 今天开始 要来解冤世节了 要拜这个解冤世节 那我们大家要好好的 起禅慧心 起禅慧心 我们过去这么多的无知 啊 过去这么多的果脈 跟众生结下的恶缘 哦 我们要为他们畅悔 也为我们自己畅悔 哦 啊现在这医病节更是严重了 哦 所以哦 要为全球 哦 一切的众生 一起来畅悔 希望我们啊 等一下 用过餐休息啊 啊 我们呢 下午再继续好好的 啊 用过啊 啊 等一下我们开始用餐啊 一样哦 大家 还是要注意卫生啊 哦 打扮菜的时候要戴起口罩来 哦 啊 啊 这样不会有口水 噴到菜饭里头 啊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 这样啊 啊 啊 这个 注重个人的 卫生健康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啊 啊 那我们来就跟大家明天到这 啊